你在選新竹市長之後 大家有沒有嫌你讀的是中華大學 沒有吧 社會沒有對不起你 學術剽竊 為什麼用這麼重的字 就是因為你不告而取 你跟小偷一樣啊 林志堅 你要快快樂樂的追求人生幸福 我都不反對 認真就好 不是每一個人都適合讀書的 但是你跑去讀書 也是社會給你機會 中華大學給你機會 民眾人民給你機會 讓你上了中華大學 讓你選上了議員 讓你寫出了論文 然後選上了新竹市長 然後考上了台大國發所 寫出來國發所那篇抄襲的論文 我要再說一件事情 社會沒有對不起你 對於像你林志堅這樣子 顯然不是很聰明 顯然不是很會讀書的人 情能捕捉大家都同意 你在選新竹市長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嫌你讀的是中華大學 沒有吧 結果你他媽的背棄所有人 只為了要騙大家 拿出一個 超來的論文 你知道抄襲跟掠奪是一樣的意思 學術剽竊 為什麼用這麼重的字 就是因為你不告而取 是用搶的 你跟小偷一樣 林志堅 我們以前是不是每次都笑你 說你身高 不好意思跟大家講 但是我們沒有惡意 你不好意思講身高也就算了 但是你把這種欺騙當作理所當然 你今天騙身高明天騙論文 後天會不會騙選民 滑坡理論就是從小的不起眼的東西 一路走下去的 我在這邊再跟大家講 第一個我告訴你 真的很多塔律班低學歷低智商 他告訴你說我自己寫的 我自己抄有什麼不行 不好意思 論文的學術標準很嚴格 你引用自己的論文也要quote 也要出來做聲明 也要有完整的reference 學術規定就是這樣 有種去推翻這個通行 全世界的規定啊 抄襲就抄襲啊 有什麼不敢承認 抄襲道歉嘛 你不但不道歉 你還把所有認為是抄襲的人 通通打成抹黑 是當所有人都智障是不是 其實也不沒想到 你怎麼承認 是怎麼承認 你不會承認 你不敢承認